正常發揮頻道會員召集令 四種頻道會員 壯大我們監督的力量 歡迎您召集親朋好友加入 讓正常發揮的聲音不會被消失 現在這個烏克蘭的情勢 我認為可能面臨一個轉折點 這個 哲倫斯基突然被叫到華盛頓 其實是 其實是蠻有蹊蹺的 哲倫斯基去過華府 他跟美國 他曾經減入了 那時候共和民主黨鬥爭的 烏克蘭門事件 是 對不對 那時候川普打電話 川普被彈劾的罪名之一 就是用這個 要不要給軍員要挾叫哲倫斯基 然後來怎麼樣揭穿川普父子 在烏克蘭的那種 拜登 拜登父子在烏克蘭的那種 那種這種違法行為 對 那所以當時 哲倫斯基很多事在華府 都被抖出來 包括他跟那個 川普的這個電話記錄也被抖出來 那他拍川普 講話拍川普馬屁的 也都被抖出來 蠻難聽的 那所以其實 其實 哲倫斯基不是第一次到華府 他在 在川普事實上就去過 他開戰之後第一次 而且也是 開戰以後第一次 兩國元首 美屋元首首次面對面 面對面 還是有些意義存在 那其實拜登其實應該有一點記仇 這個 這個哲倫斯基 我覺得他應該對哲倫斯基有一點點心結 那這次為什麼突然叫他去 很突然 真的很突然 被召見去華府 然後給他弄一個高姿態的 這個可能你要看 你要看俄羅斯這邊這一次 這一陣子的動向 普丁前幾天突然宣布 他要在下週 這個好 俄羅斯國防部擴大會議中 親自主持 對 並宣布重要軍事消息 沒錯 昨天的新聞 沒錯 對 這個件事情 很有蹊跷 另外呢 普丁前兩天跑到白俄羅斯 跟白俄羅斯總統 觸膝常談 外面一大堆揣測 就說是不是要白俄聯手出兵 劍子基輔 再次攻打基輔 從白俄下去 這個直接下去 很近啊 白俄羅斯直接下去很快 那麼而且要白俄羅斯也出兵 那這是外面的報導 當然這個俄羅斯方面 並沒有很進一步的消息 然後呢 梅德韋傑夫 突然出現在北京 對 今天跟習近平 見面談 來 大使講到這邊 我就補充 繼續讓大使 把他完整的分析完 來 我們說了 這邊是主戰 一定要戰 戰到底 我靠攏美國 跪舔美國 我就是要得罪中國 惹怒中國 我在所不惜 但這一邊 其實還是希望和平為主 剛剛這個大使特別提到了 12月21號 就在斯文斯基 要跑去美國的同時 來 梅德韋傑夫也到了北京 而且跟習近平見面 雙方談什麼 是要武器要錢嗎 是要繼續站到底嗎 是要裝可憐演戲嗎 抱歉不是啊 好 梅德韋傑夫提到 俄無戰爭十分複雜 俄羅斯願意通過和談解決問題 願意通過和談解決問題 其實已經不止一次 俄羅斯方面釋出願意和談的消息 現在反倒是美國跟烏克蘭不願意 那麼在習近平方面也說 希望俄無雙方保持理性 展開全面的對話 透過政治方式來解決衝突 好 除了中俄定調 希望透過和談解決問題之外呢 在前一天德國總統也打給習近平 希望習主席發揮對普丁的影響力 來結束戰爭 所以其實中俄甚至歐洲國家 他們心心念念的都是希望別再死人了 別再讓國際人人受害了 只有美烏兩國還要抱團取暖去升高衝突 好啦 我們往下看 接下來有些疑點其實剛剛來賓有提到 第一個火樹定案真是火樹定案嗎 媒體報導說12月11號通話14號邀請 16號同意 21號就火樹訪美 再來是不是偷偷摸摸 因為一開始的時候呢 這個裴洛奇被問到還說他不知道 然後消息人士還對大家講說 其實計畫尚未定案 第三個疑點來了 是不是吊虎離山 這就牽扯到剛剛我們蔡委員講到的 因為共和黨一直以來對原污不滿 所以選擇耶誕假期 是不是可以很有理由的說 哎呀沒有啦 下面共和黨的沒有來 是因為他們去放假了 耶誕假期沒有來正常啦 大家懂我的意思嗎 現在是耶誕假期 所以美國國會也在休假 那如果國會休假 我今天來這邊演講 那有人沒來也實屬合理嘛 不會太丟臉嘛 所以在在都顯示 這個拜登總統跟澤倫斯基之間 可能存在的這個 不可告人的交易嘛 可能存在不可告人的交易 好當然啦 對美國來說 當然不希望停火 為什麼 因為停火的話 我原污王牌就沒得打啦 然後我的油水就沒得撈啦 不是嗎 美國一直都是 俄烏戰爭最大的受益者啊 那對澤倫斯基來說 如果真的談判了 真的和談了 恐怕第一個被政變的是他 恐怕第一個沒命的 也會是他 所以美烏其實都有 戰爭不能結束的理由 而現在戰爭不能結束 那加上普京俄羅斯 剛剛大使提到 接下來可能真的會有動作 很多媒體在講 說俄羅斯現在戰況不好 普京其實也認了 說控制俄羅斯 烏克蘭部分地區的局勢 其實極其困難 所以現在就傳出了 不但說在明年的春天 來這是摩爾多瓦 說在明年的這個年初 很有可能普京俄羅斯 會發動新的攻擊 可能就是針對積伏而來 那如果普京要絕地大反攻 僱住一職跟你拼的啦 沒在怕啦 核武拿出來啦 那這個時候 美國跟烏克蘭 當然要抱得更緊一些嘛 大使 對我覺得這個邏輯我贊成 基本上在這個外交史上 這種高層在戰爭中 突然非常高層地 跑到另外一個國家去訪問 這個基本上 之後打的機率 比核的機率要高得太多 是 就可能真的要有大事發生 我們要先準備了 就準備先把這個重要盟邦 先要做一個動作 不見得有實質的 實質的這個達成協議 你就這樣 辰月戰爭 1976年打了 鄧小平打之前 你才算平常的整個動作 鄧小平到美國訪問 訪問還了以後 就辰月戰爭就打了 那人家說去跟美國人 先商量嗎 也許沒商量 可是問題 從他的敵人的角度來看 他怎麼知道 有沒有商量出什麼結果 也許有真的商量 所以這些 這麼高層的這些外交動作 我真的是 我覺得我沒有辦法 去樂觀的估計 雙方就準備怎麼樣 捐氣前嫌 其實這種戰爭 要能夠合起來的話 一定是在怎麼樣 要能夠彈合的話 一定只有一個規律 就是在戰場上 有一方受不了 那才有可能來合 現在雙方只是覺得 這個再這樣拖 我也要消耗 你也消耗 那麼我覺得就 這個普丁這個講法的話 事實上 我覺得他也是 拋一個影子而已 就是說 我覺得這個 情勢對我不利了 那你想他下一步 是普丁要投降嗎 當然不是 普丁要和談嗎 對我不利 那我就 不可能嘛 對我不利 你又不跟我談 對啊 那就大家欲食俱焚 戰鬥民族 我們現在就等他下個禮拜 看他在國防部的擴大會議 他要做什麼 重大軍事宣布 對 如果重大宣布 一宣布 我想美方如果現在也覺得緊張的話 就趕快把哲倫斯基找來 所以大使 我打個岔 會不會是因為美巫已經知道普丁要做什麼了 很有可能 所以趕快我們先來 先巧先處理了 看到這個怎麼應對他的作為 還是要阻止普丁做這件事情 也沒有 搞不好 就跟那個以前二次大戰 日本那個神風特攻隊 反正要出擊之前 前一晚都給他怎麼樣 給他好酒好菜 然後還送幾個美女對不對 最後再精神講話一下 就準備送去神風特攻隊 哲倫斯基在美國也就是這個作用 他希望不要給振垮 所以我是覺得這裡面 還當面給他20億 而且我覺得 就是說拜登跟哲倫斯基中間 過去這一段時間也有一些互不信任 搞得不愉快的事情 那這一次見面給你的話 就讓你知道 我對你還是很賞賜的 我還是會讓你 還是幫你 在關鍵時刻 這個美國還是站在你這一邊的 讓他回去有一個吃一個定心丸 再接受到俄羅斯的重大的 戰情上消息 或者說政大重大的軍事的攻擊改變的時候 讓他心裡面先穩住 所以這個動作我認為都不小 梅德韋傑夫不是普通人物 是啊 他是普丁的等於分身 他這麼一趟跑一下北京 然後普丁在這麼大老眼的冬天 跑到白俄羅斯去 這些動作都不是小動作 然後這麼早前幾天就宣布 我有重大軍事消息要宣布 一宣布完美烏又抱在一起 哇 各位這個真的要關注 所以我們我是覺得這個是有一點 可能就是說有一點 好像有一點大事要出來了 那麼我們都料底比較從嚴 我不太認為這種是一個樂觀的一種做 樂觀的一種跡象 我認為後面可能是一個比較 比較一種大會戰 或者一種比較決定性質的這種 戰爭行為 可能就有可能會出土 或被威脅說要做這個說法 所以我覺得現在各方都在準備吧 那責任司機 美國的最主要就是責任司機 那俄羅斯今天能夠撐下來 他就想到說 我兄弟 對不對 大家各自找靠山 3到4兆外匯存體 各自找靠山 你找美國我找中國 對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姿態 接下來科普一下 這個水神呢 跟病毒細菌作用之後呢 會還原成水 不會感染 也不會影響到你的皮膚 所以小朋友孕婦也適用 萬萬水神呢 不傷人體 適合長時間多頻率的使用 如果不夠用的話呢 可以乾脆把這個生成機 買回家自己來使用